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來到晚上時間 這一節 是一節獨家的報料環節 這一節要說的 繼續是名活 蔡天鳳 的這宗兇殺案的案件 根據最新的消息 這個潛逃的兇手前夫 姓鄺的這名男子 就是今天 已經在下午的時候 就是在東涌被捕 較早之前 有消息流出 就是說他已經潛逃外國 我們當時也在想 假如如果這個 犯人真的潛逃離開了香港 而如此不幸地 他來的地方 真的是英國的話 我相信 亦不可以姑息這個人 如果真的是真有其事 我認為 香港人的群體 必須要 要英國政府介入調查 雖然 英國政府 未必會將這個案件 引導回香港 但是不代表 可以容許一個 擺明居馬 因為錢財犯案 然後殺人兇手 然後利用 潛逃的方式 再去逃避 這個跟陳同佳的案件 相類似 幸好 不幸之中的大幸 這個 前夫 就是在香港被捕 如果不是 的確 出現了一個 相當之麻煩的情況 這節是獨家報料環節 我們 有線人報料 關於這個案件裏面 早前大家都看到 就是有人要懸賞 要 緝納這個兇徒歸案 這個事件有另外一些後續 根據 線報指出 這個 江湖 還有就是懲教 兩個地方 都分別 收到這個 懸賞令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記得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烈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各位 他們現在這個案件 就是 兇殺案件 現在一共是拘捕了四個人 算了這個剛剛落網的前夫 由於 他們是一級重犯 因為牽涉的 是這個 兇殺案件 他們 往後 會去甚麼地方 被關押 會遇到甚麼人 各大方面 其實 都已經有一個定案 這個消息指出 袁想令 進一步 要追殺 就是這幾個人 追殺 不是真的在名義上 說要殺了他們 但是 說明 一定要不可以放過這四個人 這次這個案件極度兇殘 而且牽涉 跟仇殺無關 幾乎純粹 跟錢銀 有關係 而且 非常殘忍地 有預謀殺人 消息從懲教也流出 已經有 所謂叫做暗花 袁想令出現 換句話說 涉案 四個 移凶 他們 無論 走到哪裏也好 將會 有人出暗花 要他們 絕對 是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相關的消息 以及懸賞令 在江湖 以及懲教裏面 懲教裏面還細分很多個不同的 山頭領域 各個領域 都已經有消息正在流傳 預備 要對相關 四個牽涉這個案件的重返 要下這個追擊令 這個案件兇惡的程度 真是遠超想像 本來兇殺案 在香港也是有的 但是去到那麼恐怖 再去到那麼有預謀 的一個恐怖案件 可以說得上 是全香港 引起了公憤 更加恐怖和無恥的是 你現在的 因為錢財而殺人的案件 那個還要是前妻 而又更加不知為甚麼 逢是在香港發生 那些兇殺案 全部 全部 都有這些瑞絲 烹絲的內容 所以 即使 本身沒有這個 暗化追殺力 本身 這個案件就已經 引起公憤了 全城嘩然 甚至乎這個恐怖的案件 在國際媒體 都可以看到 涉案的人士 亦都 沒有得抵賴 基本上 一定是這幾個人做的 看這個案件的格局 更加 是連那些 誤殺 錯手殺人 的內容也不存在 整件事 是叫做 如果用美國的說話 是一個一級謀殺案 是一個有預謀 有計劃 的情況 跟其他兇殺案相比 更加離譜 其他的兇殺案 可能牽涉 有所謂誤殺的成份 即是中間可能是有衝突 又或者 所謂錯手殺人 雖然這個說法本身也很牽強 既然早前 網上也流出有這個懸賞令 既然 有人不介意要出錢 要去緝空 相關 那筆金錢 其實 用來繼續追殺 這一班 就是犯罪 的恐怖罪犯 其實 也不會有人反對 因為這個案件實在太兇殘了 內容實在太過恐怖 而且裏面 簡直是絲毫 的原因也不成立 你說如果 這個女士 你說得出去 做過甚麼罪大惡的事 當然也不正確 也算是勉勉強強 都算是還給出原因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完全沒有這樣的內容 完全是因為 監視著對方的家產 而發生這個兇案 裏面的內容 連仇殺案 都談不上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 真的有江湖追殺力 真的有這個 是懸賞令暗花 要這幾個人 受盡折磨 相信要反對的人也少之又少 所以 根據消息指出 現在已經有大量的人 預備要做事 今節獨家報料 就是 內容來到這裏 這節短一點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